大家好 批一篇书 春天快到了 刚才我出去走了一会儿 真的从空气里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哎呀 憋坏了 两年多了 只能在无前无后 开着转一转 在森林里面走走 也不错 很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国际旅行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说 今年的春天 我们真的能自由吗 今年的春天 我们真的可以四处走走吗 好消息还是蛮多的 所以批评书 每天都是好消息 好久没说这个话了 首先第一个好消息 是除了英国 英国已经说过了 英国已经决定全部开放 以后所有的这些都不搞了 全部开放了 是英国的女英居爱尔兰 从现在开始就解除所有的限制 哎呀 这个英伦三岛 爱尔兰 英格兰 苏格兰 好地方 那是人类自由的象征 人类生活之所以有自由这个东西 之所以有民主自由这个东西 就是从这地方搞起来的 果然不一样 真的是 有传统根基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蛮羡慕的 说这个英国和苏格兰 结束了这个防疫的限制 完了以后以色列 以色列的卫生部的部长 今天公开的发言了 我们承认我们错了 哎呀 所以有人在那里说吗 说哎呀 说到去 看看到这些话了以后 其实挺伤感的 真的挺伤感的 就想说这个什么 说以色列的专家 卫生部的部长 就承认自己的疫苗的政策 完全失败 疫苗并没有阻止传播群体免疫 不可避免 疫苗的护照也要被淘汰了 所以疫苗的负责人说 我们犯了大错误 哎呀 所以有人就感慨 上帝的选 你差点被这个疫苗给消灭了 所以以色列也估计也快开放了 好消息 真的好消息 关键是其他的有些个国家也蛮有意思的 这个谁 德国这么这么这么 垃圾的地方 德国和捷克取消了强制疫苗 不搞了 不强制的 爱打不打 你想打你就打 不想打 政府不再强制 当然美国的线 最高法院把拜登的那个政策拍死了 但是接下来有 更有几个令我们 就是很骄傲的消息 很舒服的消息 首先是什么 那是美国要20个州 结束了这个防疫的限制 但是美国拜登他有一个措施 就是联邦的拿工资的人 联邦的机构拿工资的人 必须要打疫苗 这个东西也今天在德州 被一个法院的法官给拍死了 不想 你联邦的 拿联邦工资的工作人员 他也是人 是人就要享受自由的权力 不能够强制 然后就以色列 承认错误以后 没过多久 马上就宣布了 废除这个疫苗的护照 好消息还是蛮多的 好消息还蛮多的 应该说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好消息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卫组织 不知道哪根筋答错了 好像 好像醒过来了 说这个 建议 那世卫组织 它不是政府吗 建议全球 取消这个国际旅行的限制 不要搞什么 不要搞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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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什么核酸的报告了 不要有什么疫苗护照 这些都要取消 全球放开 该干嘛干嘛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一个消息 是不是 我真的想去走一走 哎呀 其实说这句话心里很伤感的 因为春天到了 真的想出去走走 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趋势就这么走的话 应该是三月份吧 春天吧 应该是有可能的 今天都纳月二十几的 二十二了都 真的再过七八天就要春节了 春节一到春天就要开始哗啦哗啦 就要涌过来了 所以哎呀 我们多多祷告吧 人类社会太坏了 真的是 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大的事 真的是 你看就是我们身边的那些个人 有些个基本的常识啊 不像我今天有人说的 其实是很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说人类社会的最顶级的科学家 用了八十多年的时间 也没有找到一个一脑涌移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流感疫苗的 这么一个东西 是不是 所以流感疫苗是每年都要重新搞一次的 完了以后又上市 有些人赚钱呗 你追他有不有效 你不知道 反正有些人打 我也以前打过一次有流感疫苗的 后来我就不打了啊 就没什么太多意义了 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一脑涌于的一个疫苗的话 你干嘛呢 是不是 而这武汉病毒这个东西它里面就有流感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既然流感你找不到一个一脑涌于的一个疫苗 那你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找不到呢 是不是 你用了83年的时间开始研究这个 你都没找到 为什么你这个武汉病毒这么几天你就能搞到疫苗呢 是不是 这是第一吧 第二吧说的无数次了啊 你既然你这个疫苗有效一针就够了呗 你又还有一个一个一个加强的是不是 就是不把人当傻瓜嘛是不是 关键是人现在人就是傻瓜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时代的呢就是 好日子过的太久就晨平日久 那一个比一个啥 你说这个口罩这个东西啊 且不说这个口罩这个东西其实你带是没用的 很多个专家很多医生都说了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法国的那个德国诺奖的病毒专家 他就说口罩这个东西是普通的带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医生在这个比如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在他那个非常小的一个空间 护士医生戴口罩是有用的 为什么因为人家里面有一套的配套的设备 是不是你比如他的气温 你比如他的风速 你比如各种东西他都是完全 他有量化指标 所以然后你再戴一个医用的口罩你的确可以 阻挡很多东西 你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公共场合 在超市在咖啡厅 在路上你戴口罩没有任何用 这个东西真的就没用 现在我我也戴口罩为什么呢 是因为人家都戴我不戴 人家以为我这个对公共行为没有责任感 但是戴口罩真不舒服啊 我现在去买菜啊 就戴了一会儿 在超市要戴呗 一上车我就不戴了 就感觉到心脏 压迫的很厉害不舒服 我心里就一万头操马巩固 那戴这个破碗干嘛呢 是不是还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戴口罩啊 他都他都是就是一个形式 你知道吗就是个形式 他根本也不会戴口罩 哎呦我看前天把我去见一人 那老哥们我他戴口罩 那个两个大鼻孔鼻孔里面还有毛 就露在外面 那我戴口罩我都是很讲究很讲究的 下面下面就兜紧 那个鼻子这个地方也要压紧 这边这边我都我都把那个绳子 把它把它转两下 把它固的是紧紧的 否则你戴他干嘛呢 是不是 哎呦我跟他老哥们真是戴个口罩跟我说话 完了以后两个大鼻孔就落在外面黑乎乎的 我心想你为什么你还不是不戴口罩呢 更有趣的是我昨天看一场这个什么什么 一场篮球赛啊 因为那现场有几个教练呢 有一个裁判呢 都在戴口罩 那个裁判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两个鼻孔也是在外面 而且还动不断往下拉一拉不舒服吗 是不是你根本就你影响你的呼吸吗 那个教练的话 你戴了个口罩 也过一整个就是他倒是戴好了 但是过一会也把它拉一下 又呼吸两口 又戴回去 你说这有什么用的 都骗自己吗 就是大家就是 这就愚蠢 他说而且是一种整体的愚蠢 真的 我们很多人在马路上走啊 一个人他都戴个口罩 老大我再说一遍啊 过去这个西班牙大流感 流感没死多人 很多人都是长期戴口罩 那个时候的人比现在更傻 知道吧 长期戴口罩 一戴就好几年 完了以后整个肺啊 小呼吸系统啊 都坏掉了 知道吧 最后都是肺炎死的 不是病毒把你搞死的 最后是肺炎发作 死的 我跟你说 你想想有些人做运动 你中国有些人更傻 你中学生你上体育课 然后戴一个口罩 哎呦 你说今天的人傻的什么程度啊 除了这个戴口罩傻 还有这个什么 病毒这个东西啊 疫苗这个东西也傻 关键是人坏啊 傻不是重大的问题啊 关键是人坏 你看这个什么 你看美国的南西 婆罗西啊 那坏的什么程度 他就特别希望以后 人的时候永远就戴口罩 然后永远就处在这个疫情状态 然后永远就可以 邮寄选票 啊 昨天美国不是这个这个参议院投票吗 52比48吗 把这个民主党的那个邮寄选票 合法化的这个东西啊 呃 一言不是拍死的吗 他怎么说的呀 他说美国民主说的伤害共和党的人想 投票 投票 知道吧 你想想一个贼 他说别人投票 你说这 这都是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社会啊 我为什么 有的时候很悲观呢 就是人太坏了 你看这个南西婆罗西是个什么人 我们要分析啊 尤其是你如果是个基督徒 你真的要仔细想想 所以南西婆罗西受过很好的教育 首先第2他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捍卫者 你想想南西婆罗西 年轻的时候跑到北京举了一个六四的一个一个标语 当场就被共产党拿下 然后就驱逐出境 以前说南西婆罗西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尊重他的啊 那个时候 我第1次看到那个照片 我觉得这个女的好漂亮啊 那南西婆罗西年轻的是很漂亮啊 是不是问题是这种人 他他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捍卫者 他是个生活良好的教育的这么一个一个高知 是不是完了以后他还是一个资深的家庭都是时代都是天主教的教徒对基督徒 你说 各个东西都有 而且年纪还这么大了 都80多岁了 是不是按照中国的话 就说你50岁就治天命吗 你都80多岁了 是不是为什么还这么坏呢 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人的社会就是 大部分人蠢 真的 老百姓乌合之中都蠢 少数的政客像南西婆罗西这样的人坏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 当你看到这么一个一个资深的一个政治家 又是受过极好的教育 又是美国的这种 脑派的民主社会长大的人 又是有上帝信仰的人 又是这个什么 捍卫民主自由可以勇敢的站出来呐喊的人 同时又是一个 叫做什么 白发苍苍的 这么一个老太婆 那个脑人家 早就应该看穿这个世界了吗 为什么还这么坏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个有信仰的人 没有信仰的人我们就不管他 真的就不要管他了 因为你跟他说了说不明白 其实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我们再想想 人到底能坏到什么程度 真的 这是个问题 而且尤其是你要问自己你的邪恶 你的 那种东西一旦遇到权力的诱惑 你到底能坏到什么程度你是根本你无法想象的 所以这些年我其实有时候经常想起松美林说的话 就像是共产党那帮人在延安 搞这些破事有美国的一帮知识分子跑过去说 那个延安很好 共产党很好啊 那宋美林说他们没有上到权力的滋味 南希婆罗西就是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基督徒的身份 什么民主自由的口号 什么美国的传统 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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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白发苍苍八十多岁的人生的 饱满的一个阅历 有什么用呢 一切的一切 在他的欲望面前在他的人性的败乎的面前 都不过如此了 这就是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哎呀我们真的要跪下来祷告 要向上帝认错 错的不仅仅是婆罗西 我刚才说过 今天的这个人的时候是政客极其邪恶 邪恶 我们这些个人就极其愚蠢 邪恶与愚蠢联盟 构成的今天这样一个败乏的社会 所以我们要祷告 向上帝 为我们征战 真的是 希望今天春天的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出去走走 谢谢